她比你大六岁 她有过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你从来没有走进过婚姻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 我相信 你对她的爱是真诚的 女生嫁给她的时候 内心真的是爱她吗 对 当时我俩感觉特别好 但是你内心 一直在表达两个字 那就是下嫁 因为 我比你大六岁 因为我有过婚姻 我是没有办法才嫁给你的 当然 她先前向承诺 给你买房子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但是你 今天为了 要兑现当时说的那套房 是以离婚为要求 就说明 你心中对她的爱不够嘛 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 母亲啊 如果现在她给你买房 你愿意再跟她生一个孩子 那不是变成交换了吗 她也不是说不愿意买房子 只不过要求把家里的钱 大家都拿出来 想办法去买这个房子 对吧 但是你精畏分明 我的钱 我牢牢的守着 你没钱 你为你妈去要钱 你啃老啃的肆无忌惮 交伙子啊 人老实厚道是好事情 但是也要有底线 人家既然这么看不起你 咱们就走 明白吗 谢谢包红兄 苏老师 这找的不是个老头 这是个债主 如果你爸妈真的出钱 给他买了房子 他会对你爸妈就不抱怨了吗 接下来他还会抱怨说 你看给我买的房子太小了 位置太偏了 为啥老两口不顺便 把装修的钱也出了 一定会有的 有一种人内心就是不知足的 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女人 从怀孕开始 就丧失生活能力了吗 炒个菜不可口 能上升到 抵我矛盾的这种 然后说我那个 生完孩子之后 我去医院看病了 住院了 然后哭的那个委屈啊 就是一家人都不管我 你是有一种受害的妄想吗 是不是觉得这一家人 就一直在针对你 就是不让你好过 我现在就一直在想啊 如果我要是你的婆婆的话 我也不会给你买房子 因为九楚见人心啊 你跟我们这一家子 不是一条心 你分得非常清楚 什么是我的 什么是你们的 甚至我想把你们的 也都变成是我的 是我自己的 这很可怕 婚姻意味着 一种家庭关系的 重新的在做 你首先要把人家 当成是自己家人 首先要给别人 一种安全感 人家才能在你身上 付出情感和金钱 可是你既没有 给别人安全感 然后一天到晚的挑剔 你还指望着别人倾家荡产 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这现实吗 所以今天我就不劝和了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女士的痛苦是真实的 她就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 自己瞧不上的男人和家庭 然后她就觉得自己太吃亏了 而她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痛苦 也会影响到这位王先生和他的婆家 整整一家人 你只要心里不痛快了 人家也别想过得痛快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相折磨的婚姻 不如放过彼此 谢谢苏老师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知道来了吗 第四年 vole